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两颗原子弹给日本军民留下了深切的伤害 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于战火 这是众所周知的一场战役 很少有人知道 日本在被原子弹轰炸之前 刚经历了一场比原子弹还要残忍数倍的 李煤烧烤 不少人听到李煤烧烤 误以为是谁开的烧烤店 其实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少将科蒂斯·李煤 使用的一种轰炸战术 1945年 他两次下令用燃烧弹轰炸日本 烧死50万日本人 800万人无家可归 整座城市和无数建筑物被毁 李煤烧烤的威力 甚至超过原子弹 成为日本天皇和整个日本的噩梦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为什么会采用如此残忍的战术攻击日本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二战爆发初期 德国以闪电战方式 迅速灭亡波兰和法国 随后向置身世外的苏联发动进攻 同样身为法西斯的日本不甘示弱 为了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日本对我国悍然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不过他们遭到了中国居民的强烈抵抗 并没有实现三个月侵吞中国的妄想 此时的二战似乎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没有过早的参与战争 而是在目睹法西斯 践踏世界人民之时 贩卖军火和资源大发战争横财 随着日本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 日本占有的石油产地很少 只能用页岩油来作为石油补充 这些占据需求的7% 因此日本石油的80%来源于美国 另外一部分来自和属东印度群岛 为了得到充足的石油资源 日本准备并占领控制和属东印度群岛 1940年日本在南太平洋地位得到加强 美国也加强了珍珠港的军事力量来威慑日本 当时的美国一方面向日本供应石油用于战争 一方面又不想让日本利用石油进行扩张 如果还向日本提供石油 日本的扩张之路会大肆进行 而如果不给日本供应石油 那么日本就会占领和属东印度群岛来获得石油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 美国开始考虑对日本贸易禁运和石油制裁 1941年6月25日 日本决定集中金币夺取和属东印度群岛 美国终于忍不住了 接着就宣布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以及实行石油禁运 不久荷兰和英国等国也暂停运输石油 这对于正在扩张的日本来说非常致命 海陆空没有石油供应还怎么打仗 对于美国釜底抽薪的行为 日本军方十分恼怒 他们报复美军的任务交给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 经过山本56的精力计划 他们决定偷袭美军在太平洋上赖以生存的珍珠港 因为珍珠港是太平洋的交通枢纽 日本认为只要在太平洋上夺取空置海权 就必须先摧毁珍珠港 于是在1941年12月7日的凌晨 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袭击 连续几百架飞机扑向珍珠港 美军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日本偷袭珍珠港让美军深深明白了 日本法西斯的罪恶行径 由此美军正式卷入二战 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珍珠港事件一直被美军当成耻辱 为了报复日军 他们立即对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 中途岛海战 硫磺岛战役等著名战役随即爆发 尽管美军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胜利 但是美军却对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资料记载 仅在硫磺岛战役中 美军就有6800多人战死 日本付出的代价更大 损失了23000多人 美军在太平洋战斗中 已经了解日军的疯狂行为 因此在对日本本土轰击之前 美军已经想到了 日军会用自杀式飞机进行抵抗 因此在登陆前 对日本的航空兵 以及航空基地进行大规模突击 极大削弱日军的反抗力量 当时负责轰炸日本本土的 就是美国将军李梅 美国当时为尽快结束战斗 迫使日本投降 美国总部决定 将已经轰炸德国20个月的李梅 调到太平洋战区 指挥第20轰炸连队 轰炸日本本土 李梅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 哥伦布市一个工人家庭 他从小沉默寡言破狗言校 立志考上西点军人学校 不过因为个人条件 没有办法进入西点军校学习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成为一名军人 大学毕业后 李梅报名参军 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李梅将军是美国公认的 二战英雄 在二战史上写下了 厚重有力的一笔 他对暴力坚信不疑 是美国战略轰炸思想的 奉行者和实践者 起初 李梅和美国其他飞行员 驾驶B-29轰炸机 从马里内亚群岛起飞 前往日本 开始时 依然对日本使用 他们惯用的 高空昼夜精准轰炸战术 但是他们发现 这个战术 根本不适合日本 因为在35000尺的高空 风速非常大 这严重影响了 投弹的精准度 他们不得不改变战术 经过一番仔细的思考 最终决定 在夜间用燃烧弹 低空轰炸 进行地毯式轰炸日本 因为夜间事件不好 日本也不会想到 美军会在夜晚进攻 会放松警惕 能以较少的代价 完成任务 另外 为了增加轰炸机的载弹量 李梅下令 拆掉轰炸机上 所有的机炮 以及配弹 缩减油量 从而让轰炸机的载弹量 提高了一倍 一切准备就绪后 3月9日晚 东京所有人 处于梦乡时 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等待着他们 装有大量燃烧弹的 300架B-29轰炸机 开始行动 李梅要求飞行员 在完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 低空轰炸日本 飞行员们非常震惊 但还是按照 李梅将军的命令执行 但事实证明 他们的决定没有错 这次轰炸的取得了 他们想要的效果 几百架轰炸机 从关东出发 到达东京上空后 向居民区 倾泻大量燃烧弹 东京陷入一片火海 军民被炮弹爆炸声惊醒 发现外面乱成一片 火光冲天 地面温度非常高 飞行员甚至能闻到 皮肉烧焦的味道 美军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21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共投下近2000吨炸弹 市中心被移为平地 26万多栋建筑变为废墟 炮弹燃烧耗尽 大量氧气 不少人窒息而死 有的则是直接被大火烧焦 一夜之间 十万日本人在轰炸中丧生 上百万人无家可归 其破坏力和杀伤力 不亚于原子弹 整个日本都陷入极大的惶恐中 轰炸东京不到两天后 李梅又下令 对日本其他大城市 进行第二次地毯式轰炸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 遭到了美军300架轰炸机 装载的1700吨燃烧弹轰炸 三个小时内市区变为一片废墟 神户遭空袭 日军的造船中心被毁 东京再次成为轰炸目标 失衡遍野 日本首都最后变成一座死城 1945年的4到6月里 整个日本都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可能随时遭到美军的轰炸 美军的燃烧弹 毁掉了东京56.3平方英里的土地 和其他95个城市大部分土地 燃烧弹把30多平方公里的平民区 变成了火海 50万人被炸死 800万人无家可归 死伤人数和摧毁的土地远超核弹 当时的东京人在路上东倒西歪 在痛苦中一边挣扎一边死亡 不久街上排列着一大排烧黑的尸体 这些人想逃离火灾时全部窒息而死 日本天皇的皇宫也遭到了 燃烧弹的毁灭性打击 当时日本皇宫的众多建筑被烧成了白地 日本天皇组织反击部队全部被活活烧死 惊慌失措的天皇钻到了碉堡下 这才让天皇幸免于难 日本天皇逃走了 他脚下的东京却无法逃脱 一夜之间绝大部分东京地区被彻底烧毁 在美军轰炸的后期 东京的街道上堆积着无法识别的尸体 为了收集和处理这次灾害中死亡者的尸体 幸存者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空军对日本的大轰炸救了成千上万的美国陆军士兵的性命 以李梅将军的火攻为首的美军战略轰炸 直接打击了日本维持战争的根本基础 根据战后统计 他指挥的美军飞机上杀害的日本人 比太平洋战场上其他所有的美国海军陆军都多 后来有极少部分人谴责李梅轰炸整个日本有些残忍 因为大轰炸中很多无辜民众伤亡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杀了大量日本人而感到不安 让他不安的是战争能否结束 他不在乎行动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被杀 因为如果美国和同盟国输掉这场战争 日本人也不会心思手软 手段会更加残忍 那时的日本已经丧心病狂 军国主义分子在国内号召全民参战 就连妇女小孩都有战争思想 如果不是李梅火烧日本摧毁日军的作战能力 加上美国后来投下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战争 否则日本将会誓死抵抗 那会将有更多无辜人民伤亡 抖音